三峡电站设计的年发电总量近10001000瓦时 除了当地销纳一部分 国家决定将三峡电力远送到经济发达 能源紧缺的华东地区和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 三峡电力的落点分别是江苏常州 广东惠州和上海 每条线路约1000公里 这样远距离的送电线路 如果采用传统的高压交流输电方式 电量将会损失一半 最经济的办法是采用高压直流输电技术 但此时国内并不掌握这项技术 三峡输电电工程 同样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方法 依托工程实践和再创新 最终完全掌握了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全套核心技术 真正的是我们国家电工制造 制造企业实现了从国产化到自主化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2009年9月 三峡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开始全面发挥防空 发电航运和补水等综合效益